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現在身處叢林之中 在我的背後有一棵樹非常稀有 在本地只有六棵 那麼這種樹背後有什麼奧秘呢? 今天我要跟隨新加坡植物園的研究員一起了解 我們就看了一下 咦? 樹上為什麼有紅色? 紅紅黃黃這種東西 通常它只是綠綠的 那斯大葉結 然後這次我們發現樹上長著它的花芽 所以證明它就是 要開始 開花結果 這是那個龍毛油南樹的果 這個果還小 所以它綠色的 可能是那個果 成熟之後 它就會長得比較大 然後會變棕石 然後是它果上的刺 也會變得比較硬 對於我們做花草樹木之類的研究 花和果實的特徵是很重要的 我們需要花和果實的特徵 來幫我們認認不同的品種 光看葉子有時候是不夠的 因為這棵樹很稀有 所以我們必須盡我們的力氣 propagate這個 species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 必須折走 經歷了兩個小時的漫長過程 花朵採集終於完成 研究員會立刻記錄花朵的特徵 之後把它們送入實驗室深入研究 了解為什麼這種樹難以生存 並想出保護它們的方法 請問一下 還有一些細節的環境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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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您